大家好我是插克钢 这句台词是不是有点老套路 现在呢我呢现在呢我在温哥华 我在温哥华带领大家去干什么 带领大家去逛一逛逛什么地方逛公园 你知道吗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是地管人系呀到处都是公园你知道吗各种各样的公园有省立公园有城市公园州里公园各种各样公园 今天的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地方的外面虽然下着小雨但是我还是带大家去干什么 逛一逛QE 这个park什么叫QE Park那我就正好现在我们已经都在 现在开到QE Park这个路上了 那现在呢就这么简单我那现在给先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QE Park叫做Queen Elizabeth Park 就是伊丽莎白几世啊来这儿了啊就是说我觉得这公园不错就一我命名啊 大家有这么一听哥们也是都话你都一说一哈这就是QE Park来里 这个QE Park 位置 是从33街 应该是从25街到41街 就是温哥华这个25街到41街 然后呢从堪比街到门街 整个的一个四方块里面 说也算是比较说是不能说温哥华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吧也算是个比较 也算是比较市中心的一个公园了吧 因为这么二八景在温哥华当场的公园就是那个原始森林公园就是 对不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个 QE Park这个 已经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 已经是在QE Park里面了 好那接下来呢干嘛 我给停车了现在是先带大家呢 观摩一下怎么观摩 就是我把大家放在 我把大家放在那个 怎么说了放在那个 让大家先看看 一边开车 先把这个路况 给大家绕一下看看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啊 外面下的小雨让你感受到这雨的存在啊 好 我们走起 你说太晃眼了 这里面的工这这条路的限速时速呢只有30公里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公园里真的是人 人际罕至啊 等下呢我们会把车停在这里 随便沿着一条路 就可以往上走 走到什么地方呢 随便沿着一条路都可以在这个 都都可以在这个公园里 溜一圈 我现在的右手边呢就是一个网球场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里打网球 我没有给大家把屏幕切过去的 我们等下马上转圈回来看一下 这上是在这个入口的是33街的入口 就是这个这个亏计的在外面入口比较有有很多种 你看这里是个圆盘 而如果说你要是沿着个圆盘转圈的话的我们远路返回了 如果你要继续只走呢就到了另外就是就从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从了25街或者说从门街那边 出去了啊这就是这个QE Park的下半 那好我们再转回来 转圈我们严重 现在我们要严着QE Park转圈 看我的左手边 左手边就是我们夏天我当时的经常会在每年的夏天啊年轻的时候啊每年的夏天都会在这个地方干嘛 打网球 这里的网球也多啊 这里打是免费的 有没有看到 好了这边就是这边就是QE Park的网球场大家可以看到有里面有多少个网球场吗 反正我觉得一块场地两块场地三块场地四块场地 四块场地加成四块场地八块场地八块场地乘一个二 16块场地 反正没有十块场地也差不多了啊 好那继续 继续我们的旅途啊 先快进吧快进给大家在路面上溜一圈然后我们一起下去跟钢哥一起干嘛 探索 踏语 要把清语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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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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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大家下去溜一圈 让大家体会体会 雨天QA Park 有什么好玩的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看你的心境 知道吧 这时候你需要就是把帽子什么都戴好 静静的让雨聆听一下 让雨滴答滴答打在自己的头上 漫步在雨中体会下那种感觉 走 我本以为呢把车开到山顶 一下车就可以带大家逛了 可是后面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山顶上停车是要花钱的 你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刚刚很扣的啊对不对 我们山脚下的停车那是免费的 所以说的很简单 我们现在干 我们把车开会我们山脚下 把车停在山脚下 干嘛呢 然后我们的走上来 什么都不吗 可以完美的体验 体验下这个雨中散步这个感觉 对不对 现在我们 把车往山下开 听到山脚下 听到刚才 我们打 网球的地方 虽然现在没有人打网球 但我觉得现在如果雨天打网球一定会很爽很酷很炫酷 把车一条我们可以卖步下车了 有些人说哎刚刚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我那个鬼影都看不着戴什么口罩 不过呢我到时候看到了很多 小动物 这个雨天的感觉就会很舒服 真的感觉我感觉会很舒服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现在貌似我车都没拔 不管了 为啥呢 因为下来呢 跟小鸭子一起去汤汤水如何 你说我过去他们会跑吗 他们应该不会跑 因为这里是有黑山道的 这些这些小鸭子很多啊 走吧我们去跟他们套套近乎 黑小孩子小孩子刚刚过来找你完了 刚哥之前是做鸭的 如今这帮鸭子还怕我 不管了不管 但是这个这个草地还是比较你硬的我觉得个人建议啊大家来这里的时候呢 看看 看这个你应 应用程度 在这里走走还是比较好的 但忽然间发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好多好多这叫什么 这什么野鸭子吗这不是野鸭子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攻的是非常好看的啊 只有那个母的吧长的就是那灰不溜秋的 超级难看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鸳鸯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成双成坠的 但是我一过来他们就往草丛里钻啊 我又不得瑟你们 哇但是在我们Q1公园的时候之后我会发现什么了 发现好多好多这个 呃我发现前面有一大堆的那个加拿大鹅 而这边就是些野生的小鸭子 小鸭子他们看到人来了就说我们跟你保持距离啊现在他们扣威来听他们也都懂的 他们扣威来听也跟我保持距离 好了 跟着我的脚步 我们一起散步 在这个Q1park里面 现在呢我们在Q1park的山脚下 我那边就是Q1park 整个这块都算是Q1park了 就是那个小湖 因为现在下雨的话 我们在草地上走呢有可能就会把我们的鞋子啊什么的全部都弄湿 但这都无所谓的最重要是现在什么你知道吗 闭上你的眼睛 跟我一体聆听 远处呢会有汽车一点点的轰鸣声就是那种嗡嗡的城市的噪音 但你又可以耳耳听到一些什么 这边啊 属于大自然那些清澈的 鸭子声 和那熙熙的 雨声 优优独播开 这加拿大鹅是不怕人的 只是这这些小鸭子他会他才会怕 看到了吧我走到这里是这些加拿大鹅根本不管我的 看到了吗因为他们都跟上看那些小鸭子呢他们小鸭子就这样 就说当你一个人 就说当你强大的时候 你才不会去惧怕 所以说你发现在这个问题就说 加拿大鹅我现在离他的距离差不多就一步两步三步吧 三步的原因他都不动了 可是你小鸭子会和保持距离 然后如果不幸的话那我们再往那个加拿大鹅前面走啊 就说我们又是慢慢的走让他感觉就是 他们 像这两只把这种该吃吃他们的该喝喝他们的 我们也不会就说我们不会嫁到他就是你走得慢一点他们也就会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 他们吃泥巴吗 他们在吃泥巴吗 我是不是要把 我说吧把镜头交给他 就说我当我俯下身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群小鸭就会把他们吓跑所以说现在呢我就是 在这 静静的不动啊就像 和他们一起感受一下 这大的 这时候我想起我的面包来了 如果把面包拿过来的话他们都会 都会向我聚集过来 嘿嘿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今天的主题很好走我去把我的面包再掰一块给他们好不好 走起 说实话 这面包是给我儿子 但是我看到这堆鹅呢 再加上我肚子现在呢也有点饿 我呢还要吃半辣 吃半辣的同时就看看这帮鹅吧 我先掰半辣出来 哎 我们做个实验 我这口面包呢肯定是要我吃的 我正在想 如果 我把摄像机放在我把手伸出去你说他们会不会来我手里啄这口石 我觉得他不会啊因为他们是有教养的 不过不知道啊 过去走看看 我说是给自己吃呢就是给自己上这是来梦瓜 确实不错 但你就是你说这鹅会想吃吗 那我们先找一只位吧 我们蹲下来给他 放这能他们会过来呢 这是加拿大鹅 这吧就是加拿大鹽 我就放在手里面 让他们自己过来呢 你不要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太可怕 所以说 你看你看我回头我回头我回头不看他他有可能拿走了 他们看到没有 这是我放在手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抓走啊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说看到没 他们这些我还是很有礼貌的 我当上 当我摆下一口扔给他放在那里说他们肯定会去吃了 他知道那是给他的 他看到了吗 所以说当他 没有这个戒备心的时候呢我觉得在把手就放着了你说他不会会吃 看什么 这就叫做礼貌兄弟知道吗 我把这里放给 我没有放在地上那就不是给你的 他学到了吗 好吧 至于看他们这么亲切 给你的 这是 跟他们一起玩耍玩耍吧 没事吃吧那是给你的别怕别怕 这是给我的 如果说也没事干自己在家养的一群鹅 去向向天歌 一定好 他知道我为他 就是就是我在为了他也不敢动手 你知道吗 这就是他说 我很懂礼貌的你手里东西我不敢吃的 你找掉下去我就吃 不管你离我多见 所以加拿大的额这个胆子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我应该再把他弄小点 可要让他叫半天了 这个过来了 来来来你过来 说你的说你的过来 说你的说你的过来过来 拿看这个乔这个乔这个乔这个 哪里我真进那里还有肉种 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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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吃 你这时候呢就知道吧 就一只鹅他放松了警惕之后 因为有时候这些有时候你看 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些鹅之后呢有些鹅他又开始不讲礼貌了 你看 有些鹅又不讲礼貌了看到了 所以说一开始呢他们都是说的我很讲礼貌 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 我那我就白开你看他已经把我手啊看到没有 轻轻的做了我一下 你多饭几块 多饭几块的做到人有人是吗对不对给给给给 我不是其实我不是为了吗 哎呀你看着吧 他就是现在就说这个东西就是 别这样你家不礼貌兄弟 你知不知道你很不礼貌 来来我知道你有礼貌过来过来给你 你没礼貌不给你 你过来说你的过来 他说你的说你的过来过来别拿博人能够看我 哎又是你看到没总有胆大的有胆小的过来 好了不管他们了啊 好了 这就是加拿大的温哥华的Q1泡的 通常情况下这就是他那那样不都去 过东不是都去 都去南方吗 可这帮这帮鸭子这帮鹅聪明 这帮鹅知道这里也有吃要喝 哎不管了 怎么样你们喜欢这种和谐的社会吗 你喜欢他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吗 我和现在现在有没有一步之遥 应该是两步之遥吧 给你个特写 好了不管了 我环头就是看着是我就这么远个距离 走 这里的雨伤 就这么多了 好大家看到了 Keen Elizabeth Park RoseGuard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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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了 我们把车的 听到了这里 意思就是说这里是免费停车 我现在忽然间发现的所有的QE Park里面的 都是需要 怎么说呢 QE Park里面现在所有的都成了付费的了 在我在我的记忆里我那个年代是不需要付费的 但有可能 刚刚一来记忆不好也是说不准 也有可能那时候 最重要其实那时候自己没车 也不是自己开车过来也是朋友带着过来的所以有可能是朋友付了自己不知道 但不管了 接下来呢 我就以第一人知识要给大家 漫步在这 QE Park里面 从山底 到山顶 再从山顶转个圈 夏天这里的花花草草的会非常漂亮 而冬天今天下着雨呢 我就是干嘛 图个清景 带大家一起来呢 听听雨 看看 享受一下 图个片刻的 activ事 死 小伯母 从山顶二隅 大mt 何 你说我走的快还是不快 我不戴口罩的唯一原因 就是我和他们保持绝对够远的社交距离 而且我不会碰任何东西 这个 叫lien's clock 叫做狮子钟 是2010年的8月30号才有 也算是2010年2010年以后的比较一个出众的标志吧 上面写的是lien's international 如果没记录对对上面写的是lien's international 后续这个中就这样中吧 这是英文 这是中文 香港温哥华 香港南九龙狮子会和温哥华家华狮子会结盟纪念中 这两个狮子会结盟纪念中是1995年4月落成 为继承国狮子会的崇高精神 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所设置的结盟纪念 结盟纪念中 金头温哥华家华狮子会与温哥华太平洋狮子会共同重建于2010年8月30日 如果你不看不懂英文 简单了吗 The Lion's Clock, the Vancouver Pacific Lion's Club and the All-Women's Club of District 19A was charted in May 9, 1991.The club project concentrates on the welfare of seniors, women and children.We are honored to partner with the Vancouver Mandarin Lion's Club in Restoration of Lion's Clock, August 30, 2010. 中文和英文翻译有小小奇异啊,但是宗旨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中 是来纪念世界和平的 那闲话不说说了,那我们走到了这个地方的就是到了温哥华的 从某种技术温哥华的最高地点 我说了这个温哥华最高地就是温哥华市 而不是温哥华大温地区 叫吧 Qui Elisabeth Park是温哥华市 这个大温地区有很多是啊,有瑞士们,有劣质文士,有色瑞士 对不对,还有那个Promody市,或者说 很多很多是 其中温哥华有个温哥华市 而我们现在这就站在了温哥华市的 最高点 在温哥华市最高点 想必大家都不言而喻 自然可以俯看温哥华 因为他有很多的数啊 那里就整个温哥华的市了 这里 今天即使温门门门门的下雨天啊 这个能见度还是很远的 我觉得这颗的宁静 挺舒服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起体会到了点雨感 我把你们擦干净 咱们开始 反程 在反程结束前我忘记跟大家说了一个就说QE Park之所以要QE Park的最美丽地方 就这个地方 在夏天这里真的是 百花齐放 下面就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多人都会在这里 流连忘返 但是雨天的温哥华 雨天的这个QE在外是 Park时候的 除了一些新兴蛋蛋绿色之外 貌似那些花的点缀就少了很多 不管怎么样 我想必跟着我一起下去溜一圈 还是很爽的 我们就会从这边下去 再从对面出来 绕一个圈圈 打到回府 在雨中漫步的时候呢 在雨中漫步的时候呢 主要我每发现一处特别新颖的东西呢我都会给大家拍摄下来的 而这里的介绍的就是叫做一个叫做Love in the rain 是叫 Bruce Walsy的 Bruce Walsy的人拍摄就是见了这个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见过这个 他之所以弄了这个我估计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你的爱情不够坚固 那就在这里 买上一把锁把你们两个锁在一起 只要这锁不坏 你们的爱情就永远这样牢固 那么环顾他一周 环顾他一周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说说我那句爱情歌言 这个毛头鹰好像 这个毛头鹰的锁子好像挺好玩 怎么样有没有哪位粉丝 是在这里已经上了锁的 我估计有啊 然后会干嘛 Police respect the garden discard key here 哇里面有好多钥匙 我要把钥匙拿出来 一个一个拆 给他们解锁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想想就可以了世界是很美好的对不对 好接下来一边看 一边我给大家说那句爱情格言 叫做 爱情 使笑了锁将 大家听懂了吗 刚刚送给你们的爱情格言就是爱情只笑了锁将 锁将费尽辛苦费尽心思想把两个东西锁在一起 可是他忘记了爱情 如果真正的爱情存在 你能把他们分开 分不开 好旅途继续下山 说是那是快啊 这一圈呢 QE Park我们已经溜达完了 我们在山上转了一圈我们在山下转了一圈 你说是大还是小 不过呢 我还是心疼你们 陪我一起在鱼里林 一起在鱼里散步 谢谢你们的陪伴 这里呢让我想起了当年 夏天的时候 我每次每年夏天都会来这里打高就会打打网球啊 整整打了几年我已经忘记了 我和我们的朋友约都是每周日下午 对 如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周日下午或是周六我时间已经起不起来了但是我肯定记的是周末 我如果没记错周日的上午呢我会去打羽毛球而下午的时候我就会过来 打网球 网球水平打得不好但是 感觉吧但是我 非常的奔跑 这就是温哥华 这就是温哥华的QE Park 这就是温哥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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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这就是温哥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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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